這首歌唱歌有80%在閉眼睛 為什麼 對 就是有想到一些畫面 是什麼畫面 就是以前 阿嬤生病的時候有昏迷過 然後這首歌 因為我有看了這首歌的故事 的大意 就是它是唱給 不在的 對 不在的親人 因為阿嬤已經離開 所以我想要唱給他聽 看了你的歌迷 聽得是如痴如醉 對啊 是 我想今天這個場比賽是非常好看的 這個人好是92分 但是在半寶婚 我們也請評審來做個講評 丁曉雯老師請 君妤 我覺得妳真的更上一層樓 因為我們常常說 唱歌其實最珍貴的是 真實的情感 還有誠懇的表情 我覺得這個歌 妳真的還是抓到了 因為這個歌 曾心梅它是原創 是 曾心梅大姐 她曾經說這首歌 真的很難唱 她自己在現場唱 其實她都有點屁屁剉 因為她很多的 音域的落差 大挑音 真的很不容易 再來一個 是妳怎麼樣去揣摩這首歌 它的原因 我相信很多人 投入太多感情 唱到 裡面的歌詞 可能就會崩潰絕題 所以很難的是 妳要投入全然的情感 但是又不能崩潰 我覺得這是一個歌手最難的 那今天 君妤我覺得 妳的層次的鋪陳 從前面 她好像聽起來比較冷靜 理性 是一個懷念的感覺 到了最後一段 其實我覺得已經唱到 那個回憶裡頭去了 很棒 真的很棒 那我也希望 同時要鼓勵仁豪 仁豪 妳唱歌的基本功 很讚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但是妳對於人世很多的 故事的理解 我覺得要更深刻 也許不一定 妳現在有經歷 但是我建議 妳可以常常看一些電影 各式各樣的電影 可能有喜劇的 可能有悲情的 可能有恐怖的 我認為妳要去試著體會 這完全不同的情緒 試著把自己當作居中人 這個是我們一種練習 也許是別人的 就像老師們寫歌也一樣 不一定寫的都是自己的故事 對不對 老師寫了400多首歌 不需要這樣的 所以多觀察 多體會 給自己一些想像空間 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我真的覺得你們兩個都是 實力相當的選手 真的期許你們都更上一層了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洪敬堯老師 請 曲敏 妳實在太厲害了 我覺得妳唱歌 真的是已經達到一種境界了 這個境界有點像 我們以前武俠小說 那種有一句話叫 你可以很冷靜 但是妳出去的那一拳 真的是把人家打得遍體淋傷 其實我很喜歡看一個歌手 在唱歌的時候 我會有沒有畫面 這個畫面很重要 就像仁豪在唱歌 我們聽得到可能都是很好聽 很有技巧 很舒服的聲線 但是畫面其實這個就是 你投入在這個歌裡面 所產生的那一種化學反應 它會讓妳有一種幻想 會有一種畫面 我覺得這個就是情感的表達 但是 君敏真的這一點做得非常好 我們都會一直想追歌 一直想聽下去 不過 給妳一點小建議 就是 發現君敏後來就會開始 有點拉麥 其實拉麥 在一些比較大砲型的歌手 比較常見 那我會建議 為了要表達妳的聲線 因為妳自己會控制強弱 其實妳的麥克風一定要固定 特別在強的時候 因為妳有一些的尾音 在這個歌的尾音 稍微因為拉麥 有一點點讓它的強度變弱了 我想要唱歌給妳聽 好時才藏著 拖命的拖曼 但妳一切來 叫我 的名 除此之外 妳真的唱得很棒 是 謝謝老師 好不好 加油 謝謝 謝謝 這個高來高去的 我們評審講的兩位都很是高手 到底是我們的畫骨棉長 還是我們的火雲協神 兩位到底誰今天會獲勝呢 暫且我們看看 成仁豪是92分 我們來看看畫骨棉長 廖君敏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廖君敏的分數 到底能不能超越92分的高分 90 90幾分 90 91 92 還有沒有 小數點是關鍵 92點 恭喜得到92.8分 老師 謝謝 恭喜衛冕成功 謝謝 這樣會不會很喪志 我覺得身處在這個舞台上 是很幸福 我覺得我很幸福 跟很幸運的事情 因為老師們都會給我們 很多的講評 然後我也可以學習到很多 所以真的謝謝老師們 也謝謝瓜哥跟家綺姐 讓我 不客氣 就是因為很不會表達 我只是講 你唱到92分 碰到人家從92.8 心中的感想 不用講到告別的感應 好不好 再來一次 火映先生有什麼感想 我還是會繼續努力的 謝謝 太棒了 對 這種精神就對了 我們要學習老二哲學 好 當中第二位的時候 你好好沒關係 趁機會給他一刀 瓜哥 君敏 什麼事情 為什麼有很多的情緒 你怎麼突然崩潰了 就是因為唱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阿嬤很喜歡聽我唱歌 然後以前只要我要比賽 你講 他都會怎麼樣 他都會跟鄰居說 我孫女要去比賽 你們要支持他 然後一直到阿嬤離開的時候 就是很可惜 因為我在台北沒有回南部 見他一面 然後後悔沒有對他說 就像這首歌裡面講的 我心裡有一句話想要跟你說 你喜歡的姓名 我想要跟阿嬤說 雖然你已經離開我了 但是希望我剛剛唱的歌 你有聽到 阿嬤我愛你 我們...你... 你感動了我們在場所有的人 我相信阿嬤一定以你為榮 所以你剛剛在唱歌的後半段 緊閉著雙眼 其實是希望控制自己的情緒 因為我會哭成這樣 所以我... 因為我現在真的很怕後悔兩個字 因為我知道很多事情 我都來不及講 跟親人講我愛他 然後... 定家文老師也哭 讓他們離開都來不及了 所以我要跟阿嬤說很抱歉 我太晚了 但是我還是很愛你 所以評審給了分數 紮紮實實的92.8 你也以這首歌告慰 阿嬤在天之靈 而且其實阿嬤喜歡你的歌聲 一直也給你很大的動力 讓你不斷地進步對不對 是 對 每一首歌都用感情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能可貴 我想在這個很難過的氣氛之下 我只是問一個 比較不禮貌的問題 你有想去做牙齒矯正嗎 幹嘛 這個情緒 幹嘛現在問人家這個問題 不是 我突然 我是覺得大家哭成這樣 我們不要再哭了 因為我也想哭 對 後來我看到牙齒 我就想笑了 我也好歹 你不要這麼壞好不好 我可以聽她講一下 是 因為我之前 你真的有要去做那個 就是整個牙齒矯正 我想說 是真的有在做 真的 你不用真的回答我 沒有 真的有想去做 然後後來那個老師就有說 可是你矯正完 因為我就說 因為我有在唱歌 會不會影響 他就說有可能會影響 你口腔裡面的共鳴 所以你可能唱歌 會跟以前不太一樣 真的 有可能 對 我就害怕說 我整完之後也沒有比較漂亮 然後一唱歌又變難聽 我就會被趕走 我就沒辦法留在這裡了 所以你 你寧願繼續維持這樣 也不希望冒一點點的風險 讓自己唱歌變得不好聽 對 是 所以我問一個不禮貌 是因為大家氣氛剛剛滿沉重的 沒想到你真的回答我了 對 繼續加油 我們要從君敏的票箱當中 抽出一個幸運的觀眾朋友 是 得獎的是... 恭喜敏 得到獎金三千元 謝謝 恭喜,謝謝仁豪再加油 好 來,謝謝仁豪 恭喜君敏 請登上衛冕者寶座 恭喜君敏 衛冕五關 得到獎金十萬元 接下來進行精采的